注意看啊 24比64 马克尔落后43分 那么台面上仅有35分 已经超分了 超8分 马克尔依然不死心 还要再挣扎一下 那么不出意外的话 这位中国香港的小将张家伟 会爆冷马克尔 大家好啊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这是2024年斯洛克 武汉公开赛的资格赛 那么对于这个比分的话 小编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意外 看了一下双方的赛后数据 两人都没有发挥 他们真正的实力 两人的机会都有很多 也没有太好的单杆得分 最终4比4 将比赛投入决胜局 好 咱们看张家伟能不能顶得住 哎呀 这球打进就能够结束比赛了 但很可惜 马克也继续给张家伟制造难题 哎呀 这球打进就能够结束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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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这球有个不错的做球啊 黄球篮球这里 哎呀 对 稍稍差了一点点 不错 好球 看看要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的 也能够给马克尔 制造一个不错的防守 结果是力量 签 力量 力量到没有签啊 只是打薄了 很可惜 好 但是依然占据非常大的优势 挡在带口 还做斯洛克 很可惜 很可惜 很好 怎么样怎么样 好球好球 这样都被他化解了 嗯 又坐上了啊 又坐上了 诶 这回可以结束比赛了吧 哎呀 不慌 不慌 好球 好球 好 比赛宣布结束 恭喜咱们中国香港的小将 张家伟 5比4 包容了马克尔 晋级到武汉公开赛的正赛 那么正赛将会在10月6号进行 大家多多关注一下 好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